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去沟通 喜欢去表达的这样一个人 我希望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之上 能够去找到一份跟培训 讲师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来到菲尼莫苏 你是一个非常喜欢舞台 是的 非常喜欢与人沟通 对 对 你喜欢主持吗 喜欢 一般做主持人的都会喜欢和别人沟通 但是我看到你的资料上写 你最开始并不是学主持的 但是你此后的经历 几乎和主持 培训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是的 其实我的学历并不是特别高 刚开始为什么能够从事主持这一行 其实那会儿也是一个误打误撞的一个机会 因为朋友是干婚礼主持的 站在台上有很多的灯光 掌声 其实内心当中特别羡慕 我觉得我的朋友都能做 我为什么不能去做 我就想我说自可以去挑战一下 去尝试一下 刚好我觉得那会儿 做婚礼主持赚的钱要多一点 就在我做主持过程当中 其实第一场做婚礼主持 就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意外事故 第一次登台就翻车了 对 翻车了 我把新郎新娘的名字说反了 你自己没意识到 我意识到了 但我第一次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援场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我就当做什么也没发生 你就想试图蒙混过关 对 对 对 言二道零 但到了后边想想 我觉得这是一种 特别不智慧的一种做法 我就经历过 我就被人家念错了 我那个主持人跟我怎么说 可能你们前一世 可能是一个男儿生 一个女儿生 那我也能听说他这句话 他说错了 他马上圆过了 我接近有三到四个月的时候 不敢走上舞台 害怕 你一上来就犯一大错 我估计这错你这辈子都不会再犯 对吗 是的 是的 从那以后就开始再也没犯过错 那刚才就是发生那次影响之后 你怎么平复了新郎新娘的心情 我到台下来之后 首先很诚恳地跟他们道了个歉 我说特别不好意思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登台 我说特别但是也非常感谢你能够把这样子新的机会给到我 我把你们名字给念反了 念错了 这个也是我的失误 我说改天我回头请你们吃个饭 我就这么说了一下 后边他们也没怎么着 就诚恳道了一下欠是吧 主持人非也没结 他给了我 我没要 好